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内观众有前任性 3D特技大拍的观影习惯早已司空见惯 中肯的说一句 任何对本片3D批评都是鲁莽的 以为你无法评论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整部影片大部分时间只有戴在鼻梁上的眼镜提醒我 这是一部3D电影 据说导演拍摄时是没有打算拍摄3D的 临时专制是要国内公司有意为之 如此追求利益的苦果将由所有观众一起承担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在新浪微博中直接at第2次女老师就可以找到我 当你们粉我哦 依靠导演吴亦森的号召力 本片集合了中日韩六大明星 可谓奢侈豪华 主演黄小明与宋慧桥 如果你是他们的粉丝 本片绝对是你的菜 宋慧桥一概以往韩剧中乖巧形象 化身俏皮女神 雷一方宇宙云分跳舞的场景 是本片非常浪漫的一段拍出了韩剧的感觉 从之前战争戏和跛脚来看 雷的角色原型应该是抗日鸣将张灵甫将军 只能说黄小明颜值太高表演太嫩 一代鸣将被活生生的演成了上海滩里的徐文强 黄小明的影迹显然驾驭不了这个角色 幻成溜德华来也 详相跟票房号召力肯定演唱黄小明吧 这是一次明显的选角失败 几个明星里 童大卫的表演最为成功 朴实的表演风格 很符合普通士兵的角色定位 你要记住这个 肯定能找到我 赤壁的成功 让吴宇森有信心去讲述整个世代乱世终生 电影一分为二 让之前的剧本完成度遭到破坏 加上没有串联前后故事的线索 后果就是上下两部结构断裂 内核松散 电影过度追求多角度叙事 讲述了战争引导不同身份地位的三段爱情 可惜感情刻画一直是吴宇森的软肋 几条爱情线处理的都不太好 使整部电影缺少应有的张力 在细节上 本片几乎每个桥段都在其他演示作品中出现过 就像黄金档连续剧和主旋律电影的大串哨 战争场面相比之前的作品 风雨者没有大的突破 不是照搬迈克二倍的爆炸效果就能拍出好的战争场面 好兔子那段的糟糕剪辑和不断出现的定真画面 表现出香港导演特有的娱乐状态 就如那无故乱入的鸽子 本片有太多模仿 太多重复 没有自己的灵魂 导演想要拍摄乱世浮生 却又处处浅尝折址 想要表现缠绵山前五 却空有一番浪漫理想 如果说本片给人最大的感觉 那就是中国电影功力化太严重 其实去掉东方泰塔尼克的期待 本片算是合格的国产电影 角色设计和台词设定上还是不错的 故事情景没有明显的操点 没有恶俗的广告置入 这样也就达到我们对国产电影的最低要求 本片卡斯豪华 星光璀璨 张子怡 黄小明 宋慧桥 金城武 颜值爆棚 本次能够一睹偶像风采 也算是值啦 好啦 本期的萝莉卡剧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啦 本期带来的问题是 你还记得当年宋慧桥的浪漫漫屋吗 你最喜欢宋慧桥 黄小明 黄大威 张子怡的哪部作品 小伙伴们 记得把你们的答案 私信或者评论给我 扫一扫二维码 添加第四女老师的微信公众号 还有新浪微博 让你们粉我哦 萝莉卡剧 想说就说 我们下期再见 本期的萝莉卡剧 在这边的萝莉卡剧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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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